您好,欢迎您步入Math学院的Python面向对象编程课堂 本节课的学习主题是定义和使用类 首先我们看如何在Python语言中实现一个最简单的类的定义 打开Python的交互式环境 所以我们这里面使用的Python版本是3.43的版本 定义类的语法非常简单 就是使用class开头 然后为类指定一个名称 那么我们这里定义的类 很简单 只有一个类名 也就是test class 第二行就是属于类体 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带有一个缩进单位的 表示是类test class的类体 很显然这个类的类体为空 也就是实际上我们定义了一个空的类 那么这个空的类 我们也是可以对它进行实际化的 下面我们看如何将自己定义的一个类 进行实际化 这样我们就对类test class 进行了一次实际化 那么我们看到在交互式环境下 反应的就是这个类的实际 如果我们使用一个变量 也可以将这个变量绑定到这个实际化的类上 比如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TC 就绑定到了一个实际化的类 test class上面去了 那么定义类和类的实际化 是什么关系呢 我们来看一下类与实际之间的关系 首先定义类就是建立模型 也就是我们在上节课讲的 面向对象变成当中 模型就是类 那么模型实际上相当于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使用到的印章 以及工业生产当中的印模 或者是模子 而实际化的类就是什么呢 就是建立真实的事物 相当于模子生产出的产品 印章印制出的图案 那么我们可以用这个图 来理解一下 这个印章实际上呢 就是一个类 而印章所印出的这个字符 或者是图案 就是呢 类的实例 由这个印章和这个实例之间的关系 我们可以看出来 印章虽然是一个 但是呢 我们采用不同的印尼 就可以印出不同类型的实例 那么它的这里表现为颜色各不相同 那么同样我们在生产当中需要使用模具 那么这些模具和产品之间它的关系 实际上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类比为类和实例之间的关系 比如这是一个生产食品的这么一个模具 那么利用这个模具 我们可以生产出不同的 同样形状的 不同材料的这么一种食品 那么这就是类和实例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类是一个模型 它是一个统一的 而它在实例化以后 那么这些模型之间 虽然样子类似 但是呢 它持有的数据或者是方法可能是不同的 这就是类和实例之间的关系 很显然 我们刚才定义的这个类是一个空类 就相当于是一个最基本的模型 它不具有任何的特征和能力 那么什么是类的特征和能力呢 也就是类的特征是指 类自身包含 或者是知道的相关数据 以变量形式体现 而类的能力是以方法的形式来体现的 是类具有能动性的体现 我们在前面学习 面向对象编程的基本知识的时候提到 面向对象编程当中的对象 具有熟性和能力 也就是能够知道自身包含的数据 以及它具有能动性 那么这是有特征或者是能力的类 那么我们如何来定义一个具有特征和能力的类呢 首先我们再定义一个类 在类中定义一个方法 在那边的类型议中 核并有卷的 Tapi 那么在我们这里面 定义的Test Class A当中 我们定义了一个方法 那么在这个方法体中 首先我们定义了一个 属性也就是高 等于20 然后我们在这个方法中输出 这个高 这就是一个具有 自己的属性以及 方法或者是能力的类 具体的定义 方法和属性的语法 我们在以后的课程当中 会详细讲解 这里面我们只需要知道 在类中我们可以 可以给它定义属性 也可以在类中定义方法 那么这样就是类 具有属性以及能力了 这个具有属性和能力的类 我们也采用同样的方式 进行实力化 仍然可以使用 一个变量 绑定到这个类实力上面 可以看到 这个Test Class A 已经被实力化 并且呢 绑定到变量 PPA上面去了 那么对于这个空的类 以及它的类实力 和有属性和能力的类 和它的类实力 它们之间关系 是相同的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空的类 以及类实力之间的关系 就相当于 或者说理解成为 这个印章 是一个空白的 没有刻写任何字符的 这么个印章 然后呢 印出来的就是一些空白的 这样的图形 或者是文字 那么当我们给它定义一些 熟性 以及方法以后 那么它所印证 印制出来的 就是具有一些字符 以及符号了 那么这就是类 和类实力之间的关系 以及我们如何为类 定义熟性 以及能力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类由模型 也就是由类的定义 转化为实力的基本步骤 也就是我们执行 这个实力化的操作 它的步骤是什么 这个步骤呢 主要分为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呢 就是调用new方法来创建实力 注意这里的new方法 它的前后有两个下划线 那么这个new方法 我们刚才实力的时候 我们刚才对类实力化的时候呢 并没有在类当中定义这个new方法 这个方法从哪来呢 是自动的从object这个根类来继承的 所以呢 它会自动的获得这个new这个方法 并且呢 能够调用副类的这个new方法来实力化 那么当第一步new方法完成以后 也就是创建了这个类的一个实力 那么第二步呢 就会调用 那么第二步呢 就会调用 ionate这个方法来对其进行措施化 同样的这个方法呢 名称前后各有两个下划线 那么这个方法从哪里来呢 一个是在类中进行定义 也可以从负类object这个类当中来继承 那么这就是类实力化的两个步骤 实际上呢 就是调用类的两个方法 一个是new 一个是ionate 这两个方法 那么这就是类实力化的步骤 那么这两个方法的调用 在类实力化的时候 它是在背后默默进行的 所以我们并看 我们并不能看到这两个方法 什么时候被调用 以及如何调用 它就是在你实力化这个类的时候 自动的在后台运行完了 那么这就是类实力化的基本步骤 当我们定一个类的时候 总是呢 有目的的 而不是怎么样 无目的的去定一个类 因此我们在定一类的时候呢 一般给类更加一个类的说明 也就是 那么类的说明 它的定义方法是 紧跟在类名行之后 以三引号包围的这个字符串 作为类的说明 比如 我们重新定义一个类 然后呢 在这个类定义的第二行 用三引号包围自负串 我们把这一段字符串 作为类的说明 然后类体 永远为空 也是一个pass语句 这样这个类就具有了一个文档字符算 那么这个文档字符算 在程序中 我们是可以进行查看的 也就是我们如何来查看类的说明 具体的方法有两个 第一个使用类名 点双化线 双下化线 doc 后面呢 再跟双下化线 来显示类的说明 比如 我们要显示 ccc这个类的说明 可以看到 这就是类的说明的字符 都在这个地方 那么第二种方式呢 就是使用help 括号类名 来查看类的说明 那么 这是这个类的说明的字符 这是一个类的空的 用来测试的 类具有了熟性能力和说明 你所定义的类 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类了 那么别人呢 也容易理解 可阅读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两种形式的类 即新式类与经典类 在Python语言的发展过程当中 那么经典类是指旧式类 那么新式类呢 就是在Python发展过程当中 重新或者说呢 以新的形式出现了类的定义 在Python2.x版本里面 既具有新式类又具有经典类 但是呢 它们的定义方式不同 在Python2.x版本当中 默认的是经典类 也就是说我们在定义 一个类的时候 如果不继承其他的类 那么它就是经典类 在Python2.x当中 如果我要想定义一个新式类 怎么办呢 必须要继承Python系统当中 提供到object这个类 它呢 才能够成为新式类 那么这是Python2.x版本下 而在Python3.x版本下 统一的为新式类 此时呢 我们不需要去继承object这个类了 所以我们刚刚在Python3.43版本呢 它就属于Python3.x版本 我们这里面定义的所有的类 都是一个新式类 那么新式类和经典类 有什么区别呢 经典类继承为深度优先 新式类的继承为广度优先 这个呢 由于我们还没有学习 具体的去学习类的继承 所以呢 这个地方我们只要了解一下 它的基本区别就可以了 后面呢 我们会在讲述Python当中的 继承语法的时候 来讲解深度优先和广度优先 继承的它的基本区别 这节课呢 我们就学习这么多内容 课后呢 请大家去思考 类和实力什么关系 类的熟性和方法 分别代表什么 类的实力化的基本步骤是什么 本讲视频到此结束 请大家订阅一下